而为了因应肺炎疫情所规定 事外500人以上集会活动要建议停办的政策 4月2号开始 清明年假游客报名赏赢活动都超过500人次了 为了安全考量 活动要延期到4月17号到5月2号来办理 也取消现场报名 原先已经报名的游客会由纵管处 以电话或者是电子邮线来告知活动取消的信息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依据疫情指挥中心发布 事外500人以上集会活动建议停办 考量4月2号起清明年假游客报名赏赢活动 已经超过了500人次 为了游客安全考量 活动将延期到4月17号到5月2号办理 众管处在驴毅潭这边 每年大概是5月的时候都会办萤火虫祭 那今年原定的萤火虫祭是在4月2号开始 但是因为目前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建议说 在室外的部分500人以上的集会是建议取消 那么也顺应那个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的建议 我们是原定在4月2号的这个活动 因为目前报名的人数 网络报名的人数都已经接近快600 所以我们就顺应这个政策 我们先暂时的取消 那把这个时间延后到4月17号再开始 那网络报名的人数呢 我们也从每一梯次200人降为100人多 也就是说一天三梯次上线也只会到300人 那现场就不开放民众现场报名这样 4月17号其网络报名人数由原本的600名 减少到300名 并且也取消了现场报名 原本已经报名的游客将由纵管处 以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通知活动取消讯息 活动虽然延起但是还是欢迎游客自行前往关上 记者林杰收工箱采访报道